老公 嗯? 我很擔心 Mabel的老公又像我那樣 大便有血了兩三個月 最後確診了又搶牛 你別這麼擔心 你又是 幾個月都不跟我說 我平時都多菜小肉 我年紀沒有他那麼大 不要擔心 一會聽醫生的報告才算 嗯 OK 中女士 我就看完報告了 直腸有一個腫瘤 離肝門大約三厘米 磁力共振 我們看到比較接近潑藥肌 有機會滲入 理論上 如果我們要徹底治療 是需要割除肝門的 怎麼會這樣? 醫生 我老婆一向都很健康 我們以為是痔瘡 切除肝門? 對 對 那她以後 不是要戴著個袋 我們那個叫做人造肝門 那我以後怎麼見人 對 醫生 我老婆一向都很貪美的 她最近還跳上社交舞 我們想要去旅行 去探望兒子 現在怎麼辦? 不用擔心 其實腸癌是很常見的 很多人都忽略了早期的症狀 以為是痔瘡 來到我們這裡看 很多都是比較晚期的 但現在我們有綜合治療 希望可以用電療化療 將腫瘤縮小 以及將肝門盡量保留 那成縮有多少? 其實根據我現在的數據 如果全部直腸癌來計 只有低於10%的人 需要撤除肝門 我會跟腫瘤科醫生商量 是找一個最好的治療方案 徹底治療的腫瘤 以及對日後生活的影響 是減到最少的 我跟我們科醫生談過 知道你對做口的擔心 其實都很常見 很多人都擔心 所以我們會用放化療這個方法 將腫瘤縮小 大概五個星期的療程 之後等大概六至八個星期 腫瘤縮小後做掃描 我們根據掃描的結果 就會安排手術 手術? 不是真的一定要做嗎? 是的 我們的目標是根治性治療 所以手術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部份 聽醫生說 最重要是醫療化療 還有當放化療縮小腫瘤之後 手術可能只需要撤除直腸的一部份 可能不會影響肝門 所以不用太擔心 好 黃先生 Jay 腫瘤對電療法療的反應很好 我們做過設力共振 還有檢查之後 就發現它縮小了很多 現在我相信可以完全把腫瘤割除 把腸瘤駁回 待會做手術 我就在肚皮做幾個小的傷口 就可以把直腸鬆開 從肛門拿出來 把腸瘤接駁回 因為你做過電療和化療 所以我們都會做一個臨時做口 大約六個星期將它刪花 一切會回復正常 你放心 謝謝醫生 不用客氣 上星期奉合臨時做口 你覺得怎樣?有甚麼不舒服? 我現在好了很多 那就好了 我們可以完成下一步化療療程 真的很感謝你這麼細心的解釋給我聽 我還記得當初 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在醫生房裡哭了 幸好在確診之後的每一步 都有你們的分析和意見 還有我有份危機和醫療保險 幫我應付這麼大筆的醫療開支 我個人才沒那麼害怕 是的 我們為了你這個病 其實組成了一個跨專科的團隊 有外科醫生 有臨床腫瘤科醫生 放射科醫生 護士 還有藥劑師 在不同的範疇 用最新和最好的方法去幫你 但是我時少跟病人說 其實最重要是你自己 是的 阿珍為了快點跳回社交舞 和去探姐姐 很積極接受治療 姑娘你又笑我 就不想要去大陸 你去看